肯丁 大家好,我是肯丁 歡迎來到台灣 大家好,我是肯丁 我是肯丁 歡迎來到台灣 好幾天 我們會在一起 肯丁 肯丁 我建議可以去肯丁 肯丁 對 然後,因為肯丁有很漂亮的那些度假村 要吃的東西肯丁 吃的東西 應該是那個很大碗的丁吧 還是那個高雄海滋冰 高雄 就是你可以去到高雄 那個海港附近有一個海滋冰 就是全部都是新鮮水果 然後你可以一直加 然後可以有這麼大的 很像一個洗臉盆這麼大的尺寸 就是一個人 沒有,你可以點一個人 或是 或是 可以跟朋友一起共享 那在那裡就是玩水上的活動 曬太陽啊 然後,因為其實 南部的台灣的居民都非常的熱情 所以你如果有什麼不懂的話 也可以 可以問他們 因為 呃 肯丁還可以看那個 古潛 就是 你如果去 交到當地蠻好的一些 那個 朋友 朋友的話 他會帶你去都市觀光區的地方 可以去看 那個 海底的珊瑚 或是那些 像我就蠻推薦 像淡水 那附近有 呃 除了有河之外 他可以渡那個 渡渡 渡渡 然後 呃 像北海岸的一些 像金山啊 就是你可以 呃 一群 年輕人去 喝咖啡啊 然後 那個 開車 出去玩 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也可以經過 像伊蘭啊 那些地方 然後 住一個 那個 民宿 也是一樣 就是一群人住在一起 我會建議是 如果是這樣一群 很有活力的年輕人 如果要認識台灣 不是我們印象中的什麼101 什麼東西 我會建議他們往花蓮 台東海岸走 往那邊 你去Biking 你去 去聯絡上那邊的騎 那個腳踏車的 的 的俱樂部 Club 你去聯絡他們 然後他們可以幫你們 找到 出道腳踏車 然後沿花蓮到台東這樣 那條海岸 我覺得是台灣 最漂亮的海岸 因為整個海岸是非常延時的 那再來那邊民宿到處都是 那邊很多原住民 都非常熱情 所以你沿那條 那條 那條路騎腳踏車 你可以隨時停 因為我扯下這個都很漂亮 我就在那邊停住了 我就找一個民宿住 那邊就是有山 有海 其實可以非常滿足 年輕的那種 動靜之間 馬上可以調整 那樣的一個感覺 情侶 我當然 大家台灣的首選 應該是日月堂 情侶那個 因為現在 第一 堂本身就很漂亮 但是周圍現在住宿的旅館 也都很漂亮 我覺得對情侶來講 其實在水 在那邊漂亮的湖邊 那麼浪漫的地方 其實那是有意思的 其實我個人 另外建議一個地方 就是說 除了這個地方 我覺得如果是年輕的情侶 我就建議他們去澎湖 澎湖是一個離台灣不遠的海島 你周圍去過去 其實那邊有些海島的沙灘 非常非常漂亮 像極背什麼東西 那個簡直像拍戲 你可以在那種潔白的沙灘上 你們可以在那邊散步 你晚上如果便宜 你們躺在沙灘上睡覺 看星星 對那完全是 完全是可以寫詩的 我個人是會建議那樣的地方 那這哪個地方 有比較特別的美食嗎 澎湖最有名的就是海鮮 各種不同的海鮮 而且海鮮其實各國都有 但是澎湖的煮法是不一樣的 他們很講究很自然 很natural 最簡單的煮法 所以很多東西一定是最新鮮 你可以吃到那種海鮮 本來的最漂亮 最好的味道 像我個人去澎湖的話 其實澎湖很多海鮮餐廳 都是給觀光客吃的 你不要 你去問澎湖的居民 說你們常常去哪家吃 你就去澎湖的人 他們最常去的地方 有幾種選擇 一種是比較靠近城市 你就台北好了 年紀大了 你可以慢慢來 去故宮 你可以看上一天 那些東西 年紀大了 開始認識歷史 那故宮是全世界四大的國務館之一 你離開台北是半小時 可以到烏來 烏來要你泡溫泉 那你如果兩個 只有兩個老先老 天生老太太 烏來只要離開烏來的 那個小小的街道之後 你走過去 事實上就是完全是 很延時的那種山西 那個是可以真的是去深淫 意義一下也不錯 然後晚上回來 繼續上面泡泡溫泉 什麼東西 而且溫泉 溫泉魚館現在 那個烏來那邊的溫泉魚館 是要提供的那種美食 都是非常養生的 所以他們對河北非常強調那種養生的 養生美食 其實對溫泉魚館來講 這次地方是很棒的 因為台灣其實有蠻多遊樂園 像什麼六國村 台北 台北部是那個八仙樂園 然後還有一個蠻適合小朋友去 就是小仁國 對就是我以前小仁國 就是有蠻多那個很小的世界 可以讓爸媽帶小朋友去 那自己也去過嗎 小仁國 我剛剛念的都去過 還有西湖度假村 裡面有很多很刺激的 那個什麼元宵飛車啊 然後就是一些比較 屬於青少年會蠻喜歡的地方 像我會比較建議那種休閒農場 像清淨農場啊 或是宜蘭那個地方有些民宿 那事實上那個民宿本身的整個設計 就是給一家人住的 那樣的過程 事實上你可以去 比如說去騎馬放羊啊 撿羊毛啊 然後你在那邊住了可以看 就是跟大自然是完全接觸的 那那個過程 你住民宿的過程又有好處 他是跟民宿的人 基本上交成朋友 他不像旅館那樣那麼冷酷 就冷漫 有一點進去住住 他沒有他就是 你基本上另外一個家庭 接觸到另外一個家庭 就是一個馬來西亞家庭 接觸到台灣的一個家庭 我覺得那種旅遊方式是非常溫暖 對很適合家庭的 那導演有特別喜歡哪一個農場 你說休閒農場 清淨不錯 清淨 清淨 我覺得清淨不錯 清淨就是在藍頭縣 它是在山上 那附近全部都是 在附近都是高山 都已經是高山了 所以很涼快 很涼快 然後又大 然後整個睜開眼睛是綠色 那個是非常漂亮的地方 最主要我覺得那個地方是因為 都是民宿 所以你基本上是容易交朋友 台灣人就這樣 你有時候跟他交朋友 交到最後一高興起來 什麼都忘記了 都沒關係 都送你 都送你